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专业也打开了 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 好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一对母女 九位露面接受媒体访问的 前台中市长张维英 光琴妹妹好 我是张维英 好久不见了 今天张维英前市长 她是带女出征 因为她的女儿陈玉荣 这一次投入民进党台中市 市议员初选的选战当中 玉荣你好 是光琴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市长或者玉荣 你们出去 有没有人讲说 你们 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常有人在问 大家看到我 大概连声音都说 跟妈妈一模一样 这样子啊 那 市长 您只有这个女儿吗 我就这个女儿 生了一对双胞胎 所以另外一位是 男的 所以玉荣跟双胞胎的哥哥 一模一样 这样长得不太一样 个性也不一样 我们双胞胎完全不一样 一个白的一个黑的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也是我先前不知道了 不过呢 这次 你是议员参选人 真的参选爆炸 不管蓝的不管绿的 那可是媒体 尤其苹果日报 他们做两个大版 去计算说到底有几位 正二代 或是犯正二代 像计证他的这个侄子 出马 然后那谁又是谁的女儿 等等 总共算了有38位 今天我非常感谢张文英 跟陈荣 你们愿意现身说法 是 就到底是包袱 那还是助力 那从最近的这个新闻讯息 你说 这个余小平 常被人家讲 靠爸嘛 余天嘛 又怎样 可是最后结果 不如意其 是落选的 所以市长 您在4月11号的凌晨 发表一篇 你自己手写 现在很少人手写了 因为他没有脸书 他也不会打字 其实我没有用脸书 他也不会打字 我们是这一代的人 我们都用手写 用稿子 而且还用立可班 有些地方还读写 其实麦克阿瑟 有很有名的一篇 叫未子祈祷文 那市长 你有为女祈祷文 里面自己有提到 余蓉很多被不公平的攻击 就是因为他这个出身 他没有办法切断 他对外说 我不是张英文英的女儿吗 等等 我念一下 那等一下就请市长 我们充分的时间给两位 身为美丽岛受刑人 当统治者 控制媒体与舆论 打压临持我们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手段 也要延续到 政治犯的下一代 继续被封杀吗 被霸凌吗 好几次 我极力劝阻 于荣 不要走这条路 但是他的坚持 他的热情 他的活力 感动了许多朋友 我只能以不舍的心情 为他加油打气 身为一个母亲 对不对 不只是是市长吗 当过市长 身为一个母亲 我可以很骄傲的说 于荣在学试上 考上最好的学校 以最佳的成绩毕业 毕业了以后 在国际舞台上 从事政党外交的工作 和成就 这些都是他自身 积极努力的成果 为人父母 无法协助 只能从旁鼓励 然而 于荣努力的成绩 却被有心人 以正恶代的骂名 全盘否定 如果于荣不是 政治犯的第二代 他不会在 放大镜的 检视下长大 他不会在学校 被言语霸凌 他会和一般女孩 一样快乐长大 而不必背负 政治犯 二代的沉重压力 请你看见于荣 看见他的努力 市长 我看你们两个 眼泪汪汪 这是一个为人母 而且你不是用 政治第二代 你用政治犯的第二代 市长来说说吧 现在大家都讲 真二代 我记得有一天 我 叫于荣 谢谢 于荣 我这个 没看过市长 这个动容 这个自己流下眼泪 有一天 我儿子 大概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 我都很晚回来 大概晚上快 十点 多快四一点了 他说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讲 我说你要跟我讲什么呢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他说 今天我们有老师哦 上课教课书哦 跟我说你去坐牢了哦 你为什么去坐牢 我说 以后再告诉你 你还太小 你也听不懂 长大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我 我知道 那个时候的环境 大概不是那么开明 孩子 我当市长的时候 小孩才小学二年级 所以我就跟他说 长大 等大一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大概也不太了解 后来 他一直耿耿于怀 他说 老师跟我说你去坐牢 同学也问我说你去坐牢 妈妈你为什么去坐牢 他几岁 那个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 在小学二年级 二年级 八岁 八岁 所以我现在市长的时候 他们大概才十岁 所以我离开政坛 到现在是十六七年 所以他现在二十八岁 所以你看他说 我从政的时候 他有什么经验 事实上是零 因为那么小 他每天只是希望 我晚上回来陪他睡觉 我晚上最难过的就是 听到电话 糟糕 我刚刚陪小孩睡觉 小孩子一定 那时候才一二年级 一定连着你 他看到我又要偷跑 他就很紧张 因为人家逃亡嘛 不是逃亡 还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电话声响了 地震了 地震 水灾了 火灾了 还是晚上十一二点 要去到庙里头 去给人家上香 那一定要到的 我都会偷偷安护他们 赶快睡觉 赶快睡 今天早一点睡觉 躺下来睡觉的时候 我最怕晚上听到电话 因为他们也会一直 很紧张的这样望着我 拉着我 他怕我又要偷跑 因为我能够陪他的时间 也可能就只有 晚上十一点以后 但是呢 就像地震那个时候 九二一地震 我知道一定要出去 可是家里都洗电了 他小孩子就躺在床上 摔下来 我赶快拉起来 警察局长来了 我一定要下去了 家里 一个公公那么老 那先生 我赶快叫他说 要不要把小孩子 先看着 因为我必须要出去 他们开始哭闹了 说 为什么你要出去 为什么你要出去 又没有电梯可以坐 我们就这样下去了 等到事情 半夜两三点 事情处理的一个段落 我早上大概下来的时候 十点钟的时候 看到两个小孩子 坐在消防局前面 坐在那边 我说 你们两个怎么坐这里 因为今天不用上课 说 糟糕 那要叫谁来带着 那当然是 那个 我一个妹妹在 他们坐在那里 妹妹说 回去家里也没电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还是坐在这边 等你好了 我说 你不能等我 你等我等很久 我要出去 我要到大坑去 所以我说 谈到他说 真二代 他因为这一次选举 被拿出来批评 真二代 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我那天就很难过 因为 这几个月来 其实他 我真的很不支持他选 因为选举 真的太辛苦 太辛苦了 尤其是女生 他要选 我说 要吗 我真的 有几个月 我想说 选一下吧 你看看 尝试一下 不要真的去选 做母亲的 不希望他 踏上政治路 让他去学一下 真的走完了以后 你真的要选 再说 所以他 有一天跟我说 他要选 我说 你为什么想选 他说 他觉得他 有能力做这个 因为他出去国外的时候 他就碰到了 很多情况 他回来跟我讲说 台湾应该要怎样 我说 想太多了 赶快 赶快想说 你该怎么好好工作 后来 他说要选 再想看看 那时候真的 去年 还是做我的牙克 一点都没有 没有想说他要选 到有一天 九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辞职了 我要回来选举 我说你辞职了 你真的要选 我也是想说 好吧 那你就走看看 走到最后 我看他 越走越热情 越走越快乐 越走越诚恳 很多人说 你女儿很适合选举 你女儿很适合选举 很适合从政 我说 我这些想说 那我应该把工作放下来 要替他去外面走 因为 总是要帮女儿一些 帮忙 帮忙了以后 最近看到这些攻击 我说 从政其实是应该看候选人本人 我以前 后面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亲戚朋友都从政 但是 当美丽岛化生了说 我没有因为 这么多从政的人 我可以不用坐牢 对啊 圣 其实我看到你们家族 我本来想说是三代 我们昨天也有发新闻稿 我想说是要讲一讲 这个陈佳跟张文英 你们三代从政 其实我看这个不止 这个 您的公公陈端堂 他也是台中市市长 市长我们先不要拉远 你那时候用媳妇出来 大家会不会也用 同样的标签天 你说你是陈端堂的媳妇啊 是不是 我非常抱歉 那个年代 我是当选以后才嫁人的 我当选省医院以后才嫁人的 不是因为 我是他媳妇才去 了解了解 其实市长 刚刚您在陈述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时序没有拉出来 所以我话眼听 我想说逃亡 其实我讲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年代序一拉出来 就知道说您要 不得不 我们跟听众先建构一个 历史的一个众生 您是美丽岛事件的一个受难者 判刑四年 您做了两年牢 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讲说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我真的很不喜欢去回忆这些事情 简单讲 回忆起来都是很不愉快的 但我心情会不舒服 所以我也跟小孩讲 遇到挫折 往前看 明天太阳就会出来 当然是那些事情是坐牢了 坐牢了 哭也一天 笑也一天 我坐牢的时候 陈菊最喜欢唱一首歌叫做 《红婚的故乡》 他唱下去 我就说 陈菊不要唱好不好 这个长廊听到你这回声 真的 心情就越不准了 另外一个跟我坐在一起的 就一个叫苏瑞云 他不晓得 他就比较 常常 很 我只就常常哭 我说 苏瑞云啊 你为什么要常常哭 坐牢 那个声音 每一整天在这里 听得就很难过 我说 牧师跟我说 叫我要常常哭 这样子 华官会觉得我很可怜 才会判得比较轻一点 我说真的吗 真的 他判年就出去了 我说 那我应该常常哭 但是 其实 做进去了 我就想说 当成一个 学习吧 是 其实简单讲就是 我对这段历史 有出现了解 就是 Noli 时明德 当时候 被贴那个 满街都是他的 同情犯的照片 其实我们小时候 吓死了 我想说 哎呦 这个 头号同情犯 然后跑跑跑到台中 然后是张卫英 您帮他做的这个 整容 整形 那你还说 Noli 你怎么敢 让我帮你去弄 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让您 判刑四年 做了两年牢 后来 您 有投入 几场选举 国大代表 是高票落选 对对对对 后来当选 沈议员两届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 才是台中市市长选举 所以您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是 我靠我自己单身 我自己是选上 沈议员的 是吧 然后我后来才去选 台中市长 可是一家出了两个台中市长 大家一定会讲说 哇 你们也是政治相伙的一个传承吗 我想政治相伙传承 这个是比较 当然家族太大了 所以人数庞大 大家都多子多孙多福气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亲戚朋友 很多的同学 很多的邻居 都是这些朋友在帮忙 我调出您公公 他的维基百科 他的夫妻陈彩龙 曾经是南投县选出的沈议员 他弟弟陈水潭医师 曾经担任台中县长 是黑派的始祖 那等等 母亲 陈秋阿胜 是秋风甲的侄女 当选过两届的台中市议员 那舅舅曾经担任第四届的台中市市长 所以 这是上一辈 您的上一辈 到您 到渔蓉这边 其实我们等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完全给渔蓉 一个独立的空间 你来控诉吧 到底是包袱还是助力 最近受到什么样的霸凌攻击 一个母亲 她的文字里面 这个用手写的 一字一句 一笔一话 写出我女儿被霸凌 我女儿受到攻击 如何如何的时候 而且是在凌晨 在深夜的时候写下去的时候 作为女儿 看到这个母亲 的一个亲笔函 最何感谢 我们就下期的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前台中市市长张文英 以及她的女儿陈玉荣 玉荣这次投入这个民进党台中市议员的初选 三抢二 战况非常激烈 可是余荣啊 我真的没料到妈妈远从台中来 因为我第一次邀请她来 说哇 那个亚医师诊所排门诊排到她没办法分身 那她离开政坛已经20年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想当然了说 一定是妈妈想要交办给女儿 因为你中间跨了20年了 中间中控20年 刚刚张市长他实际上跟我讲说 我40岁才生我这个女儿 而且我是初雨后生了她嘛 所以他刚刚讲说 常常要跑出去两个小孩子逮捕 有时候常常看不到妈妈 那段时间是他做台中市市长忙于公务的时候 所以余荣 在你来谈自己之前 你可不可以谈你的妈妈 尤其街道妈妈的这封手笔书啊 我看你哭得也脸都红了 整个眼泪汪汪啊 就是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靠近一点麦克风 当然我想很多的 因为身份的关系的攻击 但是我想我付出的努力 还有我的用心 绝对跟其他政治工作者 甚至是更多的 就是这一次 产选 当然妈妈 她真的是尽力反对 从去年全家人 包括我的阿嬷 都极力反对 她怕你嫁不出去吗 她是跟我说 她看到她的女儿 那么辛苦 她不希望 她的女儿也这么辛苦 因为我的阿嬷 我妈妈九十七岁了 那我妈妈也很多很多次就跟我说 她觉得女生做这个工作太辛苦 尤其是她的小孩 不要讲做了 选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激烈了 选的过程当中 我想就是竞争对手 因为我是张文英的女儿的关系 那我想他们用一些 说什么打从娘胎啊 就懂政治啊 或者说用不合理的理由来检视我 或者是讲我的身份 我的背景 那就没有更多时间去看我的努力 或者是完全忽视我的努力 当然我是她的小孩 我想她给我这个敲门砖 就是别人愿意打开门 跟我对话 我妈妈担任市长卸任的时候 当时我十岁 今年我要三十岁 她已经淡出政坛将近二十年了 她是一位全职的牙医师 连光琴姐的弟弟 我哥哥 我哥哥是她的病人 都是我的病人 然后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不只提出政见 我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想参选人 议员参选人 初选参选人里面 没有人提出政见 我是唯一一位 我提出政见 而且是可以被落实的政见 然后我每一天 非常非常非常努力 我投入我全部的时间 在跟基层倾听 在跑每一场活动 如果你先讲一下 你先讲一下 妈妈刚刚你们应该可以对话 当你那么小的时候 几乎是过着 很多时候没有妈妈的 我不想要一个市长 你到小学 人家因为妈妈是政治犯 还对你这个语言霸凌 或者是政治霸凌 那时候加住在一个 小二的小朋友身上 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你一路走来 甚至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哀怨 就说那你后来还要靠自己努力 去争自己的一个 包括学业成绩 跟你自己生存的一个地盘 我想我是因为是他的小孩 所以在学校会被言语霸凌 小时候就曾经有过 不只是不 当时候我真的不懂 什么是台中市长 但是会有 因为那时候1997年 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当他当选的那一天 学校老师跟我说 他当选台中市长 我七岁 我小学一年级 我记得我刚从大班 要到小学一年 要升小学一年级 老师跟我说 你妈妈是当选台中市长 我只知道他很忙 然后我知道他在电视上 然后我会在电视上面看到他 才小一嘛 然后我知道大家对他是尊敬 但我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是第一个 第一个女性市长 也是第一位民进党籍的 台中市长 那那个时候 当然不同的声音就会出来 那同学的家长也好 包括学校的老师 对你当然有好的 也有恶意的 那那时候我回来就会回家 我真的七岁 所以我不懂 所以我常常跟他埋怨 跟他抱怨 我不想要一个市长妈妈 我真的曾经跟他好多次说过 你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工作 我不想要一个市长妈妈 我只想要一个妈妈 可以跟其他的同学一样 每天假日可以回来陪我 我记得我最常最常有 我跟他住在同一个房子 同一个房间 但是我将近快一个多月 我看不到他的人 一个月啊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永远都是他的四季节 然后他们会指责我 那时候妈妈 我相信他也很无奈 因为他同时是一位台中市长 但是他也是一位母亲 那他的两个双抱胎小孩 当时只有七岁 那他没有时间照顾我们 我相信我现在从政之后 我才能体谅他的心情 但是我那时候是不了解 也不明白 我只有很多的怨言 然后我每一次 我记得我有一次 在学校他来参加我的运动会 不是因为我的学校 是他那时候市长要参加 所有小学的运动会 我的学校是其中一个 市长我就跪你啦 我一看到他下车的时候 大家校长啊老师 去完美迎接他 我记得我看到妈妈上台的时候 我很生气 因为 他是市长他不是你妈妈 我只有在这一天 才有办法见到你 见到你妈妈 那时候心里是 就是觉得 我真的不想要一个市长妈妈 然后 然后他卸任了 卸任的时候我小学三年级 快要生四年级那一年 他落选 他卸任 那 那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感觉说 他不是市长这件事情 我只是发现他就每天去诊所工作 他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的诊所 他在别人的诊所被其他的院长请 因为那时候家里经济环境也有压力 那他就去给人家请当别人的医生 那我就每天走去 我记得在搜狗后面的一间牙医诊所 我从我家每天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 我每天走去找他 那我就发现他真的每天都在那里砍牙齿 所以 很多人问我 又怪你了又怪你了 那边看别人的牙齿啊 女儿都要这样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媒体问我 是不是适应他的角色的转换 就对我来讲也没有适应不适应 我只觉得他好像我看得到他了 但是我就比较真的 我老实讲对我自己 至少他还找得到 他还在那里 他不会走 但我觉得遗憾的是 他回来到家庭的时间 已经是我们比较长大 就是对母亲的依赖没有那么多了 那我依赖他 我需要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他是审议员 但我最需要他的这十 我出生到十岁 就是十岁的这个过程 这十年间 我几乎是没有妈妈的情况下长大的 那长大之后 他卸任从事牙医师的工作 一直到现在 我今年三十 现在快要三十岁 那我出来参选审议员 那大家就会说 你是正二代 为什么不说是牙医师张文英的女儿呢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余蓉 你在你刚描述这过程当中 像我们都有 以现在我的小孩来讲 他都会有爸爸固定陪他做功课 或是妈妈陪他洗澡 陪他睡觉 那显然你 你为什么会 后来你的书读的这么好 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多时候 你都得靠你自己是吧 我的成长的过程 我很叛逆 曾经非常非常叛逆 是跟妈妈没有办法对话的叛逆 那那段叛逆的时间 每一次我的叛逆 我都会 他都会骂 妈妈会骂我嘛 大概在我国中高中的阶段 是很斥责我 但是我永远都只会回他说 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在成长的过程的这段时间 你在哪里 那 整到我长大 你才开始斥责我 但是在我 真的很需要你的那一段时间 你在哪里 我记得 我真的很印象深刻 我记得我小学二年级 我有一天 想要等他回家 因为我家人规定 我久点要上床睡觉 在小学的时间 那我为了等我妈妈回来 我就醒着 一直听到门打开 大概凌晨一点多 我就冲去门口抱他 我被妈妈骂 她说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明天还要上学 我心里想说 我只是想要见你 因为我见不到你 那 我只是想跟你讲话 但是 妈妈关心你 她一直都要早点睡觉的 对啊 那个时候 我当然没有办法去体谅 只是 但是我成长到今年28岁 我回想到小时候的种种 还是觉得 唉 我觉得很难过 老实讲 而且这一次参选 我想 我这个政治 我这个时代的政治 跟他这个时代的政治 真的很不一样 20年前 你想不到台湾会低性化这么严重 你想不到台湾的小子化会这么严重 你想不到台中市的变迁 是这么的快速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用妈妈的资源 我真的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 20年了 台湾台中变了多少 请问这些资源还剩下多少 好 Gas point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就算是说 要传这支香火 张婚姻 这刚刚这个挑战你了 你的女儿挑战你 你能传什么给我 现在已经变迁太快了 是吧 好 都要用手写的 现在都已经网路 他不会打字 对对对 这现在都跟网路战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今天 我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POP抢先报 下期间11点3 新闻37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陈宇荣 谢谢 带着他的母亲张婚姻 谢谢 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之所以有这个发想 当然就是说 一方面选战越来越激烈 我们陆陆续续做了 非常多你参选人的系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天看到苹果日报 两个大版都在探讨政二代 当然就是说 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 会面临到政二代 其实我们长期跑政治 我们比较知道 那个不一定像你想象中的 对不对 所以余荣我们刚聊到 就是说 哎呀 我私下来跟余荣讲啊 这个年纪你终于懂 你以后做妈妈 你就会更懂啊 母女年薪啊 你是她心头的那块肉啊 当921大地震的时候发生 妈妈作为一个台中市市长 她怎么可能还留在家里 照顾你呢 她当然是要忙 而且几天几夜的忙 但是你刚描述那一段说 等在那个 呃 家里 然后等那个门 妈妈开锁 嗯 哦 这个对一个小孩子来讲 你看要等多少时间 平常9点就要睡觉 10 11 1 等了4个小时 不外乎就是想看妈妈一眼喔 没错 但有时候回去看到小孩子还 躺在那个沙发上 也是在等妈妈的时候 这个心情真的现在可以体会 所以余荣很多时候你都靠你自己 对不对 是 是 学阅成绩 妈妈在这个手稿里面说 你考上最好的学校 对不对 毕业后 你自己 好 己身于国际舞台 这个就是前市长张威英 没办法帮你的 对不对 市长 对不对 对 所以余荣你来讲你是怎么样的靠自己的努力 呃 也有一片天的 而不是大家外界想着都是张威英 张威英 张威英 好 你这样讲看 我 在读书的时期 尤其在大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 我在加州大学 那 念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 尤其在大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 因为我是国际学生 所以到当地去念书 面对到尤其我的住的城市在Davis 在加州的全部大部分都是白人 华人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我很认真念书 那我毕业的时候 我是唯一一个亚洲人 拿到First Honor毕业的学生 我是我的系上 First Honor是在你们那个等级是最优秀的 是最优秀的 我是以最优秀的学生毕业 那时候是国际学生里面的唯一 唯一一个亚洲人 唯一一个亚洲人 那时候妈妈来参加我的毕业点 她 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她很少 有她一年大概可以 两年来看我一次 然后时间大概都是三天 然后因为她要看诊嘛 然后她的诊所是全年无休 所以她常常因为病人都约好的关系 所以她也没办法出国 就分成杀树 但对她来讲已经很难回答 这个意思 我都三天陪她睡觉 买东西回来给她吃 再载她去机场 然后她就回台湾 大概两年她会来看我一两次这样 那时候我就跟妈妈说我毕业典礼 那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然后她就来参加我毕业典礼 那我还记得她就自己坐在一大堆白人的其中一个 看到一个华人妈妈 然后她我印象很深刻 我要走到那个礼堂的时候 我妈妈是尖叫 叫我的名字 叫我的中文名字 然后她尖叫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那同时我也觉得同学都在看 我的同学都说那是不是你妈妈 我说对那是我妈妈 她忍不住站起来 一直拍手一直拍手 然后我上台领奖的时候 她也一直拍手一直拍手 那旁边的人都在看她 因为大家参加毕业典礼 可能已经习以为常 那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要激动的地方 没看过这么疯狂的妈妈 没错 她就很兴奋 她就很兴奋 然后我记得我走出礼堂 她就一直请别人帮我跟她拍照 请路人 那请她别人帮我跟我妈妈在那个礼堂那边拍照 那就拍了很多张照片 然后我现在家里的墙上 她挂了四张她跟我在毕业典礼拍的照片 那她就很兴奋嘛 那我毕业回到台湾 我就去当英文老师 我那时候在做美语顾问 在教英文 那教了一阵子之后 我就申请大学 那时候我到香港中文大学 念政治传播 那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那一年刚好遇上 我去的第二个礼拜 遇上雨伞运动爆发 那我妈妈就很紧张 因为看到电视上 这样混乱 那她就很紧张一直关心我 然后一直打电话来给我 那我当然也以最优秀的成绩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 她很多的家长在山下等那个车子 载你到山上去参加毕业典礼 那我妈妈用走路的 我记得她那天穿一个平底鞋 戴了一个那种遮阳的帽子 然后她脖子上还用一个毛巾 在那里擦汗 然后走上坡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你有没有觉得那时候 妈妈是个老妈妈 我因为她40岁生我 她现在快要70岁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她 妈妈是老妈妈耶 她有时候早上她 因为她9点要看诊 所以她有时候很早起来 会陪我去发明片 那每一次发明片的时候 我说真的我心里是很捨不得 你要照顾她 我都跟她说你不要去 但是她就 要不是你妈保养好 你要叫你阿嬷啦 真的 要不是她保养得很好 她其实年纪很大 你要照顾她 真的你要多照顾她 我就跟她说不要跟我去 我自己去就好 但她就 她又想要陪我 又想要看我工作的状况 然后又舍不得 然后又着急 那陪我去的时候 当然我想那些长辈 看到我妈妈都很很惊讶 也很觉得好久不见到张文英 真的真的 那原来她是你的女儿 所以 因为我的看板 我的文宣上面 是没有写张文英的女儿 所以 你也可以回避哦 我也不是说回避 是老实讲 你要用这个招牌 你要用你自己 嗯 我认为政治还是要面对现实 说 我认为她现在在政坛上面的能量还是影响力 我想很有限 可以容这样啊 那我这边就要问到你了 其实我们媒体记者很关心政治二代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已经LKK的 现在都是流行天王级的教父跟教母 是 这个部分反而 你用避谈 或者避免挂上张文英之女的这个抬头 那你可能也没有像 吴佩怡她可能是蔡英文主席送出来的 是 这样一个光环哦 那这样子反而 真的很辛苦耶 这样反倒是辛苦的 其实在 在参选的过程里面 我真的很努力 嗯 非常非常努力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努力 而不是因为我是张文英的女儿 好像我这些努力都是可以被视而不见 而且你在国际舞台 你有一席之地哦 曾经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也讲一讲 你货班的一个头衔嘛 我那时候到 我是唯一一位亚洲人 对美国共和党邀请到 他们共和党全代会里面 去演讲 全英文的演讲 那我也以台湾人的身份 进入到联合国里面 对 那我过去其实是在做政党外交的工作 我在民进党国际事务部工作 我是从基层党工 一直在做民进党的翻译人员 第一线的翻译人员 大概大家看到的新闻稿 英文的新闻稿 还有英文的主席当时候的演讲稿 至此稿大部分是我参与 那我写的 那那个时候 妈妈对我在国际事务部 在做政党外交工作的时候 她是没有意见 那其实她也不懂 所以她也没有参与 那也没有太多的讨论 那所以我在从事政党外交工作的时候 当然 那不是她可以给我 或者是协助我 但是 直说直说 她很鼓励我 就是在这一块 在我在从事政党外交工作的时候 她很鼓励我 所以我那时候在从事政党外交工作 那也代表民进党参加过各国大大小小的会议 那也帮民进党争取到非常多在国际上面的舞台 包括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我们能够担任下一届的主席 那也是去年我在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在泰国开执委会的时候 我争取到 但是当然种种这些的成绩 大家或许不知道 那大家或许也可能没有那么关注 但是对于我是张文英的女儿 这一个身份 大家就特别的关心 那当然我是她的女儿 这件事情 我不可以 无可回避 她是生下我的那一个人 那我无可回避 那当然我对她 对妈妈的辛苦 我真的是很很非常舍不得 但是在参选的过程里面 我从来也没有以张文英的女儿 这个头衔在外面拜票 或者是用这个头衔做我的看板 或做我的文宣 我的看板合照跟林嘉隆市长挂在一起 那当然我希望 就我的角度 我是认为政治需要面对现实 那就现在的政治角力 还有政治上面的能量 我想我的母亲远远不及其他候选人 后面的拍戏的支撑 那所以在这次参选她也 我妈妈也很舍不得 我因为她遭受到这样的攻击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竞争对手 可能因为我是她的小孩这个身份 那不断的用不合理的 我说不合理的方式攻击是 我付出的努力跟我付出的时间 我想是不比别人少 而且是远远大于其他参选人 那我同时也很警惕我自己 我提醒我自己要更小心 而且我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要做得比我的妈妈张文英做得更好 其实原来你讲这个就对了 其实大声说出你是张文英的女儿 你把她当成前台中市市长 有些前人的精神你要学习 妈妈可以抛夫弃子 作为一个台中市市长 对不对 这个在外面嘛 其实你有你国际领域的一席之地 但是我们常讲说做市议员 她必须要接地气 她必须要服务 学学张文英大声说出 我是张文英的女儿 好我们收下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张文英跟他的女儿陈玉荣 如果你们这个选战打到现在 以今天最后 诶 是还在这个初选 是下个礼拜 我们台中市中西区市议员党内初选 对台北北部是先行 对北部先完成了 这个礼拜会完成 是 其实呃 刚刚跟妈妈最早聊到就是说 其实在陈家的家族势力里面 其实也不只是妈妈 你叫远推她的公公 甚至呃 她的姑姑的儿子是詹起贤 是吧 那还有很多人 像妈妈也做过这个中央部会的次长 内政部的次长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家族既定的 甚至很多政治人物不分蓝绿 他们到地方还要去拜码头 所以市长 当时候呃 您是挺谢长婷的毫无疑问 可是有个过程 我觉得男人可贵 就是呃 张启贤他是 帮马英九的 所以马英九他选总统的时候 也去拜会过您 寻求支持 希望你出来辅选 可是你拒绝了 所以在这个政治忠诚度上面 是你蛮捍卫的 是吧 张启贤有一天跟我讲说 他要到马 带马英九到我的诊所来 诊所是个公开的地方 我看诊 蓝绿我都要接受的 我说我是公开场合 你不能到我家 你如果要来到我诊所 他就来诊所 那他要寻求支持我 说我们是一个礼貌性 大家的一个互动 但是我还是要支持我自己的支持者 是谢长婷 那让你能够理解 就是这样子 嗯 刚听完女儿讲的这个 我很少看余蓉 话比较多一点 他平常比较寡言 但是他谈吐各方面 其实真的是没话讲 那刚刚也讲出心底话 心底话可以这样哇啦哇啦 而且 哇稀里哗啦的 这个 你听到女儿这样的一个 算是气宿齁 而且你 作为一个妈妈 看到她每天 先变成她忙进忙出啦 对不对 搞不好你等门等到一点啦 是吧 对 倒过来了 很心酸啦齁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最后有什么 鼓励支持要跟余蓉讲的 这是这条路 我开始的时候是很不支持她 要选局 我说这是很辛苦的 嗯 那一条不归路 选下去 你当选了 你继续做 你还是要再选 这是很辛苦的 嗯 但是她出去外面走了 她的勤奋 她的热情 她的坚持 她的活力 很多选民都说 你女儿比你更适合选举啊 我说 真的啊 她说你女儿口才比你好 我说 那我真的要很高兴 所以你要帮她再多一点 我说好好好 那我就早上早一点起床去 替她跟大家 看看运动的人啊 去看大家在外面走动的人 所以我是 到最后我真的是很 很努力的在鼓励她 那我也希望说 她做一个从政的 她自己要很勤奋 要清廉 要爱乡土 这个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我们一直一直的努力 对不忘初衷 那我也希望她是这样子 所以你真的想说 你要传承什么给你的女儿 其实就是这些 反而是从政的精神 这是一个一个价值精神 你要做什么 你不是找 你不是说你 选举 这个对你没有什么owner 你 对你家庭生活 也没有什么 改进 对 你的互动 可能你会 你学习跟人的互动 但是家庭的互动 可能你会比较 比较疏远 因为你是过来人 你也要学习 妈妈是过来人 所以我给她的就是说 你要清廉 我觉得我从她的经验里面 得到最多的是 她2001年落选 那回归于家庭 我觉得我从这个经验里面 得到最多的就是 其实政治工作者 你没有老板 你的老板是选民 是人民 如果你 如果有一天 我陈于荣做得不好 我失去了选票 那我落选了 那我一定会深刻反省 我为什么 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 这是我妈妈交给我的 那我认为 现在的政治 是要专业化 要提升 就是你需要 让庶民大众 可以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这一次我参选 我也提出十大政见 那其中 很重要的政见 是我认为 当时候的政治工作者 就是我妈妈 那个年代的政治工作者 没有注意到年轻人 那一块 现在年轻人 的意识 还有年轻人 非常非常注重 生活品质 这是我在意的 因为 我的选区 台中市的柳川 跟绿川 整治完工 那让人民 让市民可以清水 其实这是 所有国际化 一流的城市 都在做的 主要政见之一 那我也主张 未来余荣有机会 当选台中市议员 中西区的话 我一定会力争 让柳川跟绿川 能够延长整治 而且水质 要完善的保存 还有 我的政见之一 也是 提升英语力 跟国际接轨 这是年轻人 我们在意的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 过去的政治人 我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那一块 但是我想我妈妈给我 最多的是 民主价值的传承 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张未云跟陈玉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两位 谢谢光琴姐 谢谢听众朋友